台中警方巡逻发现了一辆围停的乡行车 除了驾驶以外 整辆车坐满了八名逃逸的泰国籍移工 不过他们看到警方盘查一脸淡定 都没有人逃跑反抗 因为跟同乡打零工 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躲警察的日子 他们说已经厌倦了 现在被抓反而松了一口气 乡行车围停路边被巡逻远警发现 把驾驶叫下车盘查 驾驶使出苦肉计苦苦哀愁警方 饶过他因为车上载的 全部都是逃逸的泰国籍移工 一个个呆坐在位置上 下车全部下车 骑男一女排队下车被警方抓到 他们一脸淡定比驾驶还要冷静 不但没有反抗还乖乖配合 丝毫没有逃跑的念头 有些人公称逃逸期间 过着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且薪资收入不固定 有时甚至还会被苛扣薪水 坦言早已厌倦这样的生活 抱持着被抓也好的心态 厌倦到处夺警察的生活 移工们被抓了反而还松一口气 至于非法聘用这些逃逸移工的雇主 至少得被开罚15万以上 75万以下罚还 记者最后报道 告知